她有一天半夜真的肚子痛 然後我就說 她說媽咪我肚子痛 然後我就知道 剛好前一天我已經牽連落本 想說從半夜就開始裝了 真的是就是不想去考試 我就說很痛嗎 那是不是又要明天去看醫生 然後要去吃那個 那個排便 軟便藥呢 她說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很痛很痛 然後我就沒理她 那沒理她 她大概痛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她就說媽咪我真的很痛 你快點到去看醫生 就我們就大家去植診 就去掛植診 去看醫生 然後看醫生 醫生說她滿肚子大便 她是真的便秘 就是真的滿肚子大便 所以她就是活該 因為一直騙我們 就放羊了 不相信她 給她吃麻辣鍋是不是 沒有 給她就是 有點便秘的習慣 她小孩其實活動力不差 對 便秘也不多 就多喝水 她因為不太 芹菜跟水果一樣 而且很奇怪 我們一起去日本玩 媽媽跟小孩不坐同桌的 她會坐到我們這裡桌這樣 然後我們就看著她 菜還沒上來 她說她很餓 我說沒有菜怎麼辦 她媽媽就說 給她吃白飯就可以了 我心裡想 你不要開玩笑 我吃白飯 她真的可以 叫一碗公路飯 沒有什麼菜 我們聊聊天 回頭一看那一碗飯 就這樣吃 沒有夾任何什麼泡菜什麼 就平常不夾吃飯 白飯這樣吃完 沒有 因為我就是不喜歡 她那個精緻澱粉吃太多 因為她小三才快九歲 她已經69公斤了 你覺得她還可以再 她才應該去找潘老師 因為她在台中 潘老師怎麼沒有在台中 後來就不熟 妳去找潘老師 罵她迷我肚子了 對 大家都說 我很累 肚子腰痛 其實很多人 開完刀之後不舒服 就是我們柯爾很常遇到 就是說腰尖 她開完刀之後就說 腰還是很痛 那這個案子大概是一個 五十幾歲 五四歲的一個男性 然後她就是說 她一來的時候 就是愁眉苦臉 然後就一直強調 她開刀之前腰沒那麼痛 開完刀之後就更痛 可是醫生說 我們沒有動到神經 我們就是幫你減壓而已 因為椎間盤突出 就弄一點 把椎間盤壓到神經 拿掉而已 不應該會這麼痛 可是就是因為 她開完之後一直很不好 然後就是到了第二個醫院去 第二個醫院是更大的 醫學中心的醫生 就讓她看一看說 那可能再復發 我們再開 她開個第二次 第二次進去開之後 她說她開完第二次之後 她折折躺在床上 她有兩星期沒有辦法去拿 然後就是 就是她為了這個 開完刀這兩次之後 她一直腰一直很痛 而且她來說她症狀 她一直強調 她說我整個腰很緊很痛 我兩次 火辣辣的 我心裡想說 火辣哥又來了 她每次來的 所以妳在 火辣 火辣辣的 對 她就這樣形容 那就是感覺不對 妳要嘛 酸嘛 痛嘛 麻嘛 她一直強調她火辣辣的 之前的醫生都已經認為說 你沒有問題 你可能是精神的問題 叫她去看憂鬱症 對 那其實 她就一直很無解 那包括我到後來就是 我還轉給我先生 因為我先生是神經外科 我說妳請她 幫她做進一步檢查 做整套檢查 影像 然後神經傳導 真的就是 她完全沒有壓到 她其實就是開得很好 而且她沒有打任何釘子 不會有任何傷害到神經的問題 那後來就整個 轉到那個疼痛科去 結果後來醫生的結論是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 神經濕氧症 反射性的交感神經濕氧症 大家很少聽過 這種病通常發生在 骨折或是受傷 開刀過的位置 你開完刀之後呢 你會 就是不明原因 會造成那一部分 那個部位的神經 交感神經呢 它有點失調 也就是說 可能你感覺到的 應該是溫度的變化 但是它感覺到的 就是灼熱感 所以她會說 它火辣辣的 對 或者是說 它就是感覺整個異常 它如果是痛 可是它會用 熱來表現 或者是它 它有什麼樣的感覺 它有很冷 好像很抽痛 刺痛來表現 然後這種人 拖到女性比較多 而且骨折病化會很多 就是說 明明骨頭都開得很好 或者是說 你的骨頭都癒合 但是病人 就那個地方還是很痛 然後皮膚上面 甚至有一些感覺異常 然後你的整個感覺 說出來都是覺得很誇張 到底有沒有這麼誇張 你是不是應該去看 一個精神科 那真的臨床上 真的有這種病 就是反射性的 交感神經釋養 而且這種人很可憐 這沒有辦法治療 那後來怎麼辦 沒有辦法治療 它就是只能 譬如說定期吃個藥 然後就是打一打局部的 麻醉止痛針 去緩解一下 那它每天幾乎都是這樣 對 這真的會跟著它一輩子 其實它也滿 我覺得它也滿辛苦的 我們光聽就很累了 對 所以如果兩三 一個月來一次都已經很累 每天這樣 對 然後重點是 醫生也很累 我每次都要聽他 聽他講半個小時 因為我覺得 我只能給他只有支持 就聽他講這樣子 對 我們現在各縣市都有在提供的 子宮頸疫苗的施打 那我們會跟婦產科跟小兒科 醫師合作 到一些國中 去幫國中女生施打 那我前天真的有一個 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是這樣 有一個國中他們同意要 比如說我們可能今天 是幫國一的女生打 那就先同意書 下檔都OK 我們就過去施打 那國中的人數比較少 那天只有八個女生要打 我們就利用中午時間 就借保健室 就開始輪流過來 然後評估一下狀況 其實子宮頸疫苗 沒有什麼特別經濟症 你只要當天沒有發燒 沒有在懷孕中 也沒有得到子宮頸來的話 都一律可以打 那我們就開始施打了 那前幾個就打 打到第五個都OK 打到第六個女生剛打完的時候 女生馬上跟 護士阿姨說 她 那我們阿姨就很緊張 就趕快說 好 沒關係 我們隔壁的 就旁邊的床就先躺一下 休息一下 那氧氣帶起來 那就當她開始不舒服的時候 前面五個本來打完 好好坐在那邊的女生 就本來打完台在那邊休息 就說我好像也在暈 我好像也在呼吸 困難 不舒服 那其實這個時候 她最不舒服 她說怎麼會這樣子 前座都在不舒服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我 然後老師們幫忙 我就都把他們帶開來 到各自的教室去休息 慢慢的 慢慢的 一個一個就慢慢好起來 其實這種現象 精神科醫師有分析 這種叫做 所以有時候他們是會 他們一致認為說 自己有共同的這個疾病 因為他剛剛也被打到疫苗 那剛剛那個不舒服 他就自己會聯想起來 那有時候我們去幫大學做 體檢也會這樣 一個早上如果沒有任何一個人 暈針就都沒事 都很平安 只要有一個男大生暈針之後 就會接二連山 這個滿奇怪 又不是說今天吃完餐廳 大家就說落塞了 一定要這樣 那就食物有問題 可是這種打針 大概一模一樣的 心理影響 滿心理狀態的 我們今天都在講特殊的案例 有一天就有一個 她是一個60歲的婦人 她是在40幾歲的時候 她有診斷她的 子宮平滑肌瘤 那個平滑肌 跟我們一般吃那個肉是不一樣 就像你去那個麵攤吃 那是平滑肌 就是豬胃跟豬心是一樣的 那種肌肉 她長在那個平滑 子宮的平滑肌瘤 所以是個很特別的一種癌症 但是這種 這種惡性癌症很不好治療 那但這個婦人很幸運 她四幾歲的時候就發現 然後剛好只有在子宮 所以她就是做完開刀 化療 放射治療 她全部都做了 做完之後 她剛好也開始準備停經了 所以她一整個人就是處於那種 比較緊張焦慮的狀態 然後在比較神經質 然後那個時候 她那時候又發現 她有二肩半脫垂 所以她開始三不五時 就會覺得說 我有胸妹 然後心悸這樣子 所以她就第一次 她先生很緊張 因為之前才經過癌症的洗禮 所以她很怕失去老婆 結果第一次去急診 急診就是說沒問題 心電圖的正常 抽血的正常 沒有看到有任何心臟的問題 只有聽到就是 你真的是有二肩半脫垂 那這一任人特別容易緊張 你放輕鬆 結果第二次又發作 又去第二家還是一樣 第三家老公不想跟了 因為你可能又是一樣 又是那邊緊張焦慮這樣子 然後甚至有醫生還跟她說 你這個真的是去看一下身心科好了 你真的太緊張了 其實沒有問題 報告都正常 就一直到第五次的急診 她那時候她一個人 她老公已經不想陪她了 她一個人去 剛好那天遇到一個小小的實習醫師 那實習醫師她那時候 正在練習聽那個心音 她想二肩半脫垂 我要聽聽看 結果聽起來 不像是二肩半脫垂的聲音 比二肩半脫垂 又多了另外一個雜音 她還請老師聽 結果老師就說真的有 所以她就說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 是沒有急性的心臟問題 但是你去一下心臟科吧 你前面切了那麼多急診 都做一樣的事情 你去一下心臟科檢查吧 至少做個超音波看 結果超音波看起來不得了 她沒有裝病 她的心臟長了一顆腫瘤 對 然後那個腫瘤 這樣去評估分析之後發現 那個腫瘤跟她那個子宮 那個平滑肌肉瘤 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是要開的 但是後來就在評估能不能開 就發現還好那個腫瘤 只有在心臟 就是把那個腫瘤挖掉 她有的救了 還好 她有的救 對 因為如果說她已經到處長 然後蔓延得太多的話 也不好開 就她心臟剛開始 因為你這樣挖掉那麼一大塊 還是有少掉一些功能 所以她從一開始 有一點心臟衰竭 到慢慢慢慢治療 好這樣子 我覺得急診室的醫生 可能就很常被病人騙 騙久了 他們就不相信病人 因為我有一次 就是中秋節的時候 我平常都早上出門的時候 都一定會先上完廁所 才出門的人 就個人沒有什麼便秘的困擾 那我那天就很忙 一整天都沒吃東西 到晚上要回家之前 我就吃了一個 素食店的炸雞 回家之後就不得了 我就一直覺得 人很不舒服 就量體溫有點發燒 然後肚子很痛 我想說是不是MC快來 然後我去廁所也餓不出來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想說完蛋了 今天是中秋節也沒有醫生 我就去急診 好死不死 我到了急診的時候 那間醫院非常的冷 冷氣開超強 我一進去就覺得 這裡是怎麼了 是攝影棚嗎 然後一涼就沒有發燒 然後醫生問我怎麼 我就說我肚子很痛 然後我剛吐了 所以我身體的肉壓下去的痛 很像發燒 所以我趕快來急診 然後醫生就說 好 那我先幫你抽血 然後再照X光 我想說我是得什麼絕症嗎 因為平常去急診 肚子痛是不會什麼 抽血厭尿 結果呢 我說呢 我很像發燒 我肉很痛 人很不舒服 可不可以退燒藥 醫生一量 他就說 我已經量第二次了 你沒有發燒 我說這裡好冷喔 所以可能是量不出來 他說沒有 那你就去旁邊躺著 等X光跟抽血厭尿的結果 好 X光出來之後他就說 你的肚子都是大便喔 你豎便 然後他就開了軟便藥給我 然後還塞屁股 我就說 我今天早上出門才上過廁所 而且我剛剛一整天只吃了炸雞 他說你就是豎便 你看肚子很黑 全部都大便 你就是塞屁股 我說喔好 然後塞完之後他就 那個護理師就跟我說 小姐你等一下會肚子痛 但是你一定要忍到 20到30分鐘再去上台 我還上得乾淨 我說好好好 然後結果果不慘 忍到20分鐘我真的不行 肚子超痛 然後我就去上廁所 我就一直這樣 我一直狂放屁 但是肚子很腳痛 那我完全上不出任何東西 然後他最後抽血報告出來 就說 你的血液報告跟尿 沒有問題耶 我說那現在怎麼辦 他說 如果你想要回家 你只能簽 自願同意離開的那個同意書 我說好 我現在就要回家 然後一簽完之後 我就回家自己拿了那個 就是日本很知名的那個止痛藥 我上面看他寫 症痛跟節日 我想說 那應該可以退燒吧 然後就吃完之後 我就覺得 好 睡一下 覺得有舒服 隔天早上一去夾醫科看 他說 你吃腸胃型感冒啦 吃個藥就沒事 然後吃完醫保藥以後 我人就整個舒暢 有 最後拉出來嗎 我沒有拉肚子 我是腸胃型感冒 所以肚子很痛 然後吐 可是那個醫生就不相信我 我一直說我數遍說我 明天也要考英文嘛 沒有 我真的假的 我真的假的 對